您先来收看的是热线追踪 纵贯古今横月东西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凌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古代女性在照片以及绘画当中呈现的形象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您晓得慈禧太后其实很喜欢照相吗 慈禧对相机一开始非常的排斥 认为相机会把人的魂魄给射走 而清光绪的爱妃 真妃非常喜欢照相 甚至在紫禁城外头开启了照相馆 惹毛了慈禧太后 最后把她给丢进古今里头 不过后来反倒是慈禧自己迷上了照相 据说在照相之前 她要亲自翻立书 选定良辰及时 而且一拍完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底片 而慈禧特别交代照相师 不可以有皱纹 而且她很忌讳阴阳脸 所以脸上也不可以有阴影 她出的难题 可是难倒了不少的摄影师呢 那不是照妖镜 这是洋人发明的照相机 快把她给你架到那儿去 太后 救命啊 太后 太后 你直接 继续 轰隆医生震耳欲聋 点燃眉粉如同闪光灯 补足光线 瞬间让人留下影像 慈禧太后在佛像前 穿上袈裟 打扮成观世音菩萨 震惊为座 太监李莲英扮作围托护法 双手合十 把金刚处横放在手臂 变成神明化身 慈禧堪称是 清末写真照的鼻祖 更是中国角色扮演的创始人 这是啥玩意儿啊 太后 这个是洋人发明的照相机 是我从法国给您带回来的礼物 照相机是干啥呀 他能把名相貌逼真的给拍出来 太后 您站在这个花旁边 我现在就给您拍一张 哎呀妈呀 这咋这么神奇呢 怎能把人拍进去啊 能啊 他运用光学原理 通过双出斗镜 不仅能把名给照进来 这里的易景遗物啊 全都能拍进去 通过一些妃子呢 把他们打扮成像 善男戏女之类的 那些同男同女 把他打扮成就是一些 像神话啦 像具体带有一些 所谓神心色彩的一些 中国传统的一些意象 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找到最早 COSPLAY角色扮演的一个资料 甚至自恋到就是 他会把它悬赏在 所谓的宫廷门外 让一些四星小组啦 或者让其他的那些大臣们 这样得去观赏 慈禧的自恋从拍照可以窥知一二 书头穿镜面衣服 拿团扇圣容照片 慈禧命人洗了103张赏赐给陈下 另一张照片 慈禧站立 左手拿净水瓶 右手拿杨柳枝 一旁站着一名宫女 手拿书册 上头有 普陀山观音大士木牌 慈禧把自己当作救苦救难的化身 起因于太监李连英奉承 命人依照慈禧模样 立了一座佛像 对慈禧大喊老佛爷 慈禧重视拍照 特别命人在颐和园大阵仗搭起步景 拍我别动 这个姿势最漂亮 看我这边啊 一二三 玉琳啊 给我拍的净净没有啊 拍进去了 还好我敢保证 这是一张绝对漂亮的照片 拍照的时候 你几乎很难想象 他当时的拍照搞得跟拍电影一样 因为他的拍照 他要先做步景 比如说八仙过海 他就扮这个仙人 王母娘娘的寿夜 他就扮王母娘娘之类的 然后慈禧他就穿得 跟那个戏台上的一样 然后旁边李连英就扮这个神仙啊 然后宫女就扮那些 这个神仙的这个仙女们啊 然后步景装饰都做得非常漂亮 你可以想象一下 慈禧是用拍电影的角度在拍照片 当时的人很难想象一个木箱 可以瞬间留下影像 这看似简单的拍照动作 当时要说服王公贵族 站在镜头前让人像定格 可是需要有极大突破传统的勇气 封建时代地后的图像和照片 被认为是尊贵的表征 更牵涉到安全上的顾虑 不能随便传阅 否则就是杀头重罪 所谓施以法术啊 或者说也可能是一个暗杀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 过去在我们这种所谓的皇帝啊 或中央大产的初询的过程中 老百姓是必须回避 他没有办法能够直亏所谓天子 或者像这种所谓的皇亲国戚的这个所谓的面貌 那他自然就是说 赤井小民呢 在这方面一定会去限制说 他们去拥有皇帝的这些肖像 或者说知道他的一个长相是如何 太后 在戒律森严的宫中看到照相机闪烁 一度误以为是刺客 古代更相信取得某人的深层八字 就可以进行做法伤人 照片更直接的拍摄人的影像 做法可能更有效果 因此保守的轻功内 全景一时的慈禧 刚开始看到自己的影像被人摄影 一度认为相机会吸人魂魄 折人扬寿 他认为说这张机会把魂魄吸进去 更重要的是因为重现照相机 跟信赖不一样 要拿一个眉土 眉粉 然后一闪一下 这样才能给我照起来 不管白天或晚上 光这一照慈禧听说一开始 会吓到我了 怎么会这样吓到 甚至在鞭打旁边的小太监 你怎么没有讲什么东西的 那照完之后慈禧根据旁边有讲说 他好几天不高兴 他以为完了会受减受什么东西的 可是一看照出来的照片 可以维持他的美 因为慈禧很有爱美 所以慢慢不排斥照相 照相机 电话和蒸汽火车 被认为是清末的三大新鲜洋玩意儿 西元1839年8月19日发明照相机 三年后中英鸦片战争 双方签订南京条约 相机技术从五个通商口传入中国 当时最早接触到相机的 是负责签订中英五口通商张成的 钦差大臣齐英 一开始接触照片 看得非常沉重 他把他叫做小照 因为他不断地跟洋人接触 所以洋人就跟他要个人的照片 但是呢 齐英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慎重 还必须向当时的道光皇帝请示 是不是可以把我个人的小照 交给洋人 来促进双方的外交关系 别看他没多大 能把你们俩全装进去 啊 跟得下吗 想装多少有多少 不光你们俩 这房子这院子 这整个井人工 全都能装进去 那不成了白脸教了吗 什么呀 这叫照相机 隔一致 王公大臣当中 尤其以宫亲王一新最喜好摄影 一开始大家以为 相片是逼真的绘画 真正把相机带进清宫中的 其实是光绪的真妃 真妃一向沉迷于新奇事物 托人买了一套照相器材 打破宫中禁止拍照的禁忌 在后宫 女扮男装到处拍照 甚至在慈禁城东华门外 开设一间照相馆 遭到慈禧查封 更直接的原因是 真妃设计干政 挑战慈禧的权威 成为慈禧的眼中钉 竟敢在我眼皮底下伸手 她真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呢 就是吃软不吃硬 偏拧着劲儿干 慈禧对真妃呢 有诸多不满 当然真妃个人呢 恃宠而骄 比如说呢 她也有过脉官的传闻 而且自己呢 也穿上了洋人的服装 甚至呢 女扮男装 这个在当时的皇宫之中呢 都是失疑的 所以慈禧对她相当不满 因此呢 当这个真妃呢 公然在皇宫里边 玩起摄影技术的时候 慈禧太后是痛加诋毁的 一台相机牵动慈禧与真妃的爱恨情仇 最终因为真妃公开支持光绪戊虚变法 挑战慈禧最高权力 牵动慈禧的敏感神经 加上光绪情有独钟 冷落了慈禧的亲侄女龙玉皇后 于公于私交叉冲突之下 慈禧把对真妃的偏见 波及到对相机的印象 认为相机是西洋产物 最终引发慈禧的杀机 真是无法无天 不严惩何以立家法 来人 挪刺在 你们干什么 家法伺候 不扣 综合40兆 不扣 站住 退不住 戊虚政变的时候 慈禧就认为光绪能够变价 就是因为真妃在后面怂恿 到了八国联军要进城的时候 所以慈禧才会命令 李连英跟崔玉贵两个太监 就把他丢到井里面去 这场叛逆的真妃 与专制慈禧的对决 最终慈禧胜出 光绪26年 八国联军濒临北京城下 慈禧决定与光绪逃往西安 所有人聚集在宁寿宫后殿的岳寿堂 此时慈禧打算一清心仇就恨 强词不便带走真妃 又借口真妃留下会遭人侮辱 要真妃自我了断 真妃不肯慈禧干脆命太监宫女 把他推进井中 真妃非常喜欢这个洋玩意 到处照相花了不少钱 所以慈禧非常讨厌这件事情 把这个真妃丢进井里 还毁掉他所有的照片跟照相机 只留下一幅正面的画像 因为这幅照片都照到皇帝 所以这幅照片不能毁掉 真妃生前的肖像照成为遗照 照片上真妃的脸型丰满 上方写有真贵妃肖像五个字 不过物质了真字 八国联军后慈禧回到北京 一改两年前仇视洋人的态度 变得崇洋媚外 恰巧驻法国公使玉庚回国 女儿德林精通因法语被请入宫中担任女官 儿子薰林成为慈禧御用摄影师 慈禧一改过去对照相的态度 反而希望照片记录生活 在崩世前短短三年 拍了786张照片 掌握一个大权的一个 所谓的重要人士来看的话 像这种肖像 或者说他本身的个人形象的一种传播 事实上是在从政治学 或者从所谓的心理学上 是可见一斑 尽管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 但薰林技巧却相当高明 拍出了照片色调柔和层次丰富 还把作品放大上色 表上大景框 悬挂在慈禧的寝宫内 显得富丽堂皇 刑部上书重拾 还写诗称赞摄影师 但持一柄通明镜 大地山河无顿藏 薰林掌镜下 记录了轻工当权者的重要活动 照相机的箱 都是用一般的木材 油木 基本是油木 来把它做架构 所以用椅林人工 那铁的部分 因为外国的工业 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先进了 所以有的是机器来代工 所以有一部分是用手工去 抛光打磨 那个影箱 把影子要把它做起来的 就是说摄影 影要留住 所以那个箱值得介绍 就是不像现在用铁皮 它是用纸 外面上一层黑色的 外表在涂油铜 就是铜油 这台相机重达十一台鸡 能随身携带拍照 脚架时木质 犹如现代摄影机脚架的十足 收访自如 相机记录 慈禧坐在中间宝座 照片上方有大清国 当今圣母皇太后 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字样 照片上印着长达十六个字的封号 历史中 拍照是慈禧迷恋西洋产品的开始 虽然步入晚年 但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令人出乎意料 慈禧那个外国的科学眼里 就不会 拿了很多照片给他看 最后就被收服了 最后好像吃鸦片一样 慈禧 他的照片传适很多 照相机记录了慈禧古板与开放双重性格 也默睹了西洋科技与封建朝代的憧憬 如同慈禧从封闭 到逐渐转为接受照相技术一般 最后大清的万里江山 终究难抵民主潮流 徒留照片 见证历史 慈禧晚年不只是名摄影 他也很喜欢让画师为他留下不同的画像 其中美国女画家凯撒林 更是贴身在他身旁工作了九年 他觉得慈禧太后 并不是一个名玩不灵的老太婆 反而给了他很多创作的自由 这位被慈禧称为柯姑娘的女画家 对慈禧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我们休息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清朝最认真的皇帝雍正 他对一组十二美人图是爱不释手 到底是为什么呢 武俗俏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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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s husband 我们 Goodbye 谢谢